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R-Ctrl Syllable 儿化的双儿音时 通常 A-R-E-R-I-R-O-R-U-R 它的发音为 R-E-R-O-R-R-E-R-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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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R 认为 反当我们讲的 AR以及OR 比较容易带入 而化双耳音 因此 当我们遇到OR的时候 多半在 BASS的音节时 他会念OR 也是有些部分状况 他也是可以念 OR 这组长耳音 因此我们在OR去判断 他到底是双耳音 还是长耳音时 老师建议你 多半是用双耳音 会比较稳一点 那当然 我们今天一样带来三个声词 C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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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现 L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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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 大臣 WRK WOR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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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 所以同学们有发现 同样是OR 来做发音词 多半是念OR 当然 同学们好奇 什么时候念OR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OR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静音 approximate W 来做开头的时候 WOR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念 WORD 这个发音 最后再跟老师练习 C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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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现 L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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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 大臣 WOR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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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 多加练习 WORD LORD